兔包学数学 神奇小数 小鱼就读国小五年级 兔包则是读国中二年级 其中考过后,考卷发了下来 小鱼,你这一次其中考数学考几分呢? 我的数学考95分 这么厉害啊! 我的数学成绩比你多一点 比95分多一点啊! 那你干嘛还成为图练的? 因为我是9.5分 是9和5之间多一点 什么啊! 你多的那一点是小数点啊! 那你只好下次再努力咯! 哎呀,差一点就差了好多点 所以小数点不但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心情 它还有着不同的神奇现象呢 来,把计算机拿出来 我们一起来算算看 将七分之一换成小数 小数点后的前六位 是不是等于0.142857呢? 真的耶! 接下来把前三位142 加后三位857的和 是不是999呢? 2加7是9 4加5是9 1加8是9 前三位加后三位的和 真的是999耶! 哇! 怎么突然出现一个轮盘啊! 看看这个轮盘 我们还可以将 142857 依序填入轮盘中 中间是七分之一 七分之一等于 0.142857 大家再算算看 将七分之二换成小数 小数点后的前六位 是不是等于0.285714呢? 前三位285 加后三位714的和 是不是999呢? 没错! 也是999! 另外再想想看 142857 和285714 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好像把0.142857 后面的2857 移到前面去 就会变成 0.285714 没错! 我们将七分之二 放进轮盘中间 就可以看到 七分之二等于 0.285714 再算算看 七分之三换成小数 小数点后的前六位 是不是等于 0.428571呢? 前三位428 加后三位571的和 是不是999呢? 又是999了! 很神奇吧! 想想看 142857 和428571 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嗯,这个我知道 把0.142857 后面的42857 移到前面去 就会变成 0.428571 没错! 我们一样可以将 七分之三 放进轮盘中间 可以看到 七分之三 等于 0.428571 相信大家也已经猜到 七分之四换成小数 小数点后的前六位 是 0.571428 七分之五换成小数 小数点后的前六位 是 0.714285 大家一起想一想 七分之六换成小数 小数点后的前六位 是多少呢? 七分之六会等于 0.857142 哇! 真是神奇的小数啊!